美东时间13号的中午 赖清德在纽约出席乔宴时 发表大篇幅致辞 宣称未来他会持续蔡英文的四大坚持 不论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 绝不会畏惧退缩等等 这是赖清德再一次 而且是在美国纽约表现出 对大陆对台政策的目标与决心的轻忽漠视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公认为 赖清德最近说 从未想过与中国为敌 意图是降低各方对他的疑虑 但是仅仅从他称呼中国来看 就反映了他一边一国的心态 更不用说他口口声声 延续蔡英文定位的两岸 国与国互不隶属 虽然赖清德也鼓吹和平 但所图的却是和平分裂 是对大陆对台政策的目标与决心 轻忽漠视 两岸将因推进升级版的两国论 而引致战争 台湾工商大佬 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 台波集团董事长林伯峰 昨天也提到不能漠视大陆的问题 林伯峰昨天出席一个场合时 公开挺喉 两人互动很热络 林伯峰强调 两岸交流是正确的方向 不论是哪一个候选人 漠视中国大陆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就在昨天 赖清德过境美国 与驻美代表肖美琴 看球赛的几张照片 可谓是沸腾了绿营圈子 不仅也让外界讨论 赖肖配会变成独独配吗 对于赖清德而言 他2024如果当选 可以预期台海将更加兵凶战危 不止在军事上 经贸上可能都会有危机 近年台海紧张局势升温 存在很大的误判或者意外危险 其根源就是民进党当局 不断谋独挑衅 外部势力加紧以台制华 美台都长期轻忽漠视 大陆推动统一的目标与决心 误判情势加剧风险 赖清德这一次出访巴拉圭 先后过境美国纽约 旧金山又为台海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大陆全国台企联14号发表声明说 指责赖清德顾忌重施 以一己之私损台害台的恶劣行径 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在近日 也展开紧贴实战 强调时刻准备战斗 赖清德计划18号返台 大陆已经表明将因应事态发展 采取更强有力行动 准备 了